这是你十月必追的后宫新番 女主开局就被魔物杀死 而身为魔王的男主为了报恩直接将其复活 别看男主是个刚满十岁的政态 在千年以前他可是拥有着不死之身的魔王 当时的魔王军团遭到人类和众神的联手讨伐 眼看魔界濒临沦陷 身为最强的魔王哪咽的下这口气 他必然要跟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然而关键时刻手下却制止了他 因为男主是魔界的最后一位魔王 叛逆女神绝不希望他就此愚昧 原来在成为魔王之前 男主曾是一名是要拯救世界的勇者 可因为人类的背叛导致他命丧皇权 是叛逆女神罗杰丽娅复活了他 并把他转化成了不死魔王 于是为了遵守跟女神定下的契约 魔王只能自毁家园走入地宫 将自己的灵魂封印了起来 静待千年肉体重建后再度转生 然而随着一千年的到来 他的瓶颈也被打破了 这天 为了抵御虚兽对人类的侵犯 两位少女正在对林妙遗址执行搜索任务 紫发的这位叫丽娅 双马尾这位则是丽娅的女仆名叫吉娜 而虚兽指的是64年前穿越而来的异世界魔物 本着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的原则 两位少女一直搜索到了地下地气层 此时映入眼帘的是几尊巨大的雕像 看起来像是皇室的陪葬品 如此说来牧室里躺着的那位应该就是国王 随着眼睛慢慢适应黑暗 两人在涌到尽头发现了牧室门 吉娜想暴力开箱 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石门却纹丝不动 这时丽娅发现上面写了两行文字 虽看不明白却又觉得有些眼熟 于是便拿出手机拍下准备传给上级 心急的吉娜决定先去另一边探索 紧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丽娅只是不小心轻轻碰了一下门 牧室竟自动敞开了 里面的壮观也让丽娅叹为观止 于是她不自觉地走了进去 牧室的镜头出现了一个水晶密室 能隐约看到里面有个类似人形的物体 此时丽娅的侧魔仪因为过载而突然爆表 可为了救人她也顾不上这许多 然而这一旧就尴尬了 子弹没把水晶打穿却吵醒了沉睡中的男主 男主此时也摸不着头脑 难不成千年就这么过去了吗 可明明是全封闭的灵庙怎么会出现人类 这家伙肯定是个盗墓贼 于是他果断击碎了密室 结果这强大的冲击力瞬间就把丽娅给震晕了 男主正打算教训一下这个不识礼数的家伙 下一秒却被丽娅的眼给吸到了 就在这时丽娅醒了过来 他奇怪怎么会有小孩出现在这种地方 男主此时才发现自己竟是小孩的模样 这下玩犊子了 这分明是他勇者石器的样子 他怀疑自己转了个假声 可这副便秘的表情却让丽娅误会他受了伤 于是二话不说连忙给他检查身体 然而无论丽娅怎么问这孩子都不说话 看来是因为冲击太大丢失了部分记忆 丽娅心疼的直接给男主来了个洗面奶 并说以后就有姐姐罩着你 男主也是无了个大远 我好歹也是堂堂的不死魔王 要你管 不过即便是魔王此时也逃不过身体的诚实 再不吃点喝点恐怕就得饿晕 更何况这位少女也算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就不跟他计较什么礼仪了吧 随即丽娅给男主做了个自我介绍 可除了她叫丽娅今年15岁之外 其他的她是一句都没听明白 毕竟这都过去了千年 世界发展成了什么样子自己一无所知 还不如利用眼前这个少女搜集一些情报 可再不说话人家肯定以为她是哑巴 于是男主便介绍自己叫雷欧 今年10岁 她自信地以为魔王的名号一定会存在于后世的传说中 无论谁听到这名字都得下个半死 结果对方文言后却一脸茫然 还夸她可爱 接着又问她是不是被虚兽绑架来了此地 见男主一脸猛逼的样子 丽娅又解释虚兽是人类的敌人 喜欢藏匿在古代遗址中 结果说了两分半 男主就听懂了古代两个字 突然联想到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她还没弄清楚 那就是今夕究竟是何年 结果这老古板的问法也把丽娅给整糊涂了 还没等她算明白泳道中就传来了一声巨响 同时整个灵尿开始荒动 原来是另一边的吉娜正在与虚兽战斗 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 丽娅还没反应过来使人虚兽直接破墙而入 虽说在魔王的眼里这虚兽顶多算个蝼蚁 但丽娅的疯狂输出却无法对其造成任何伤害 男主忍了半天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要知道灵尿里还埋葬着她昔日的伙伴们 岂能容这大野猪在此地胡乱撒野 然而就在她准备出手施球大了 一个不小心就踩到了身上那套大了几号的袍子 直接摔了个狗啃尼 眼看虚兽步步逼近丽娅也绝望了 就在这危急时刻一发激光炮打断了虚兽的手臂 接着又直接把对方干倒在地 来人正是扛着意大利炮的吉娜 然而还没等三人缓过神虚兽又站了起来 吉娜这次决心要给她开拨打 可努力了半天还是伤害维林 男主总算看出来了 双马尾手中这玩意好看却不管用 吉娜表示这边她能自己搞定 但担心会误伤到旁边这个小孩 于是便让丽娅带着男主先行离开 丽娅无奈只好拉着男主开始逃亡 男主也是无了个大雨 要不是转身失败 她也不至于狼狈成这个鸟样 如此一来复兴王国的目标何时才能实现 虽说她也可以轻松秒掉那个大眼珠 但这么做魔王的身份必然暴露无遗 就在她纠结的时候屋顶掉落了一块水晶 落地的瞬间变化成了一只硕大无比的飞龙 丽娅连忙将男主护在身后 然后拔出了两米长的关公大刀 有了前面的经验 男主明白丽娅肯定干不过对方 因此为了惩罚飞龙擅闯凌妙 男主决定就算暴露身份也要送她下地狱 然而就在她吟唱时飞龙突然发动 丽娅瞬间把男主一掌推开 随即用肉体制去扛下了对方的攻击 还没等男主反应过来丽娅已经快凉了 临终前还不忘叮嘱男主去找吉娜慧和赶紧逃命 为自己无法再保护她而感到抱歉 男主不明白这个人类为何如此愚蠢 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必如从前还是勇者的自己 此时更多飞龙闯入了勇道 男主这次不再犹豫 因为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位勇敢的女孩 下一秒直接秒掉了头龙 残党见识不妙准备使盾 男主干脆放出高阶火魔法 他要把这群猪头统统烧成灰烬 然而飞龙残留的骸骨却让他大吃一惊 放在从前这波下来连灰都不可能剩 这也说明了他现在的魔力只是从前的三分之一 尽管男主是个与人类为敌的冷血魔王 但面对用生命保护自己的丽亚 他无法置之不理 于是又用复活术就回了丽亚 然而丽亚醒来的第一件事 却是关心男主有没有受伤 然后又奇怪自己怎么会没事 他明明记得自己被飞龙挠穿了腰子 男主谎称是自己用神圣魔法治好了他 丽亚听完一脸猛逼 丽亚又问男主想说的是不是圣剑力量 毕竟这孩子的记忆还有些混乱 表达不清也是可以理解的 男主虽不明白何为圣剑 但为了了解更多的情报也就违心地承认了 原来圣剑指的是人类为了战斗而自我觉醒的一种神秘力量 大部分会以武器的形态出现 因此被称之为圣剑 吉娜的机关枪也是其中的一种形态 虽不明这种力量是如何得到的 但圣剑通常都会体现出拥有者的个性 吉娜这时也赶了过来 看到大小姐安然无恙总算放心了 丽亚这才想起刚才那些飞龙都去了哪里 男主总不能直接说自己是魔王吧 于是就撒了个谎 说他当时也被吓得半死 然而清醒过来的时候飞龙都消失不见了 吉娜好奇丽亚是在哪里捡来的小孩 丽亚说男主是被虚受绑架的孩子 看上去是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 脑子还不太好 因此他决定带男主一起回家 虽说男主这是第一次坐摩托 但他的注意力却在吉娜的领带上 被发现后干脆搂紧了丽亚的腰 丽亚倒觉得吉娜有点敏感了 人家还是个孩子 可他这姿势也让我有了不好的想法 是我想多了吗 三人一路狂奔很快就来到了城市的边缘 丽亚告诉男主 这城市就是人类对抗虚受的最后要塞 生活着众多跟他一样的圣剑 这里也是人类未来进行反攻的一把利剑 男主本是千年前死界的最强魔王 却因转生程序当机而变成一个十岁小孩 幸好开局就被漂亮大姐姐捡回了家 殊不知这大姐姐也是太贴心了 不仅吃喝拳包还要帮他洗香香 大姐姐名叫丽亚 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 她的父母和姐姐都是骑士团的精英 在一次抵御虚受的大型战斗中 为了守护人类和城市 上千圣剑是组成的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而她的家人也在这次战役中全部丧生 年幼的丽亚从此变成了孤儿 好在身边还有一期长大的女仆吉娜 打那以后两人便相依为命 生活在这座建造在人工辅导之上的城市里 这里也是人类抵御虚受的最前线 由于她出生就继承了圣剑式的血统 因此即便是她至今还没觉醒圣剑 圣剑学院也破格录取她入学 丽亚刚登岛就报告老师她捡了个孤儿回来 这小孩曾治愈了她的致命伤 因此很可能已经觉醒了圣剑 吉娜却觉得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这小孩笃定的眼神看起来并不像孤儿 丽亚连忙为男主辩解 说她曾经被虚受绑架过 因此记忆还有些混乱 既然她已经觉醒了圣剑 进入圣剑学院就没什么问题 这样一来不仅吃喝不愁学校 还会给她发零花钱 天上掉饼的事男主当然不会拒绝 于是便果断答应了下来 随即三人决定分头行动 吉娜去准备晚饭 丽亚则带男主去办理入学手续 由于第一次造访的外来人 必须从安检通道进入 因此丽亚让男主自己进去 说自己会在出口等她 说完就开着摩托先走了 男主环顾了一下四周 见此地无人就走进了厕所 她方才还淡定得连此时都要弃歪了 只因她万万没想到 才短短千年人类文明 竟发展成了这般模样 如此一来复兴魔王军 消灭人类的计划怕是难以实现了 但好歹她也曾是 统治过世界的最强魔王 男主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于是便召唤出了昔日的不暇 然而狼王和女仆 才刚看到男主的样子 就当场猛烈了 谁敢信 才一千年没见魔王竟变成了人类 对此男主则解释 男王却一脸不屑 男主命令他们立刻停止容貌攻击 眼下最重要的是商讨复仇大忌 她已经从丽亚的口中了解到 目前他们身处的地方叫第七要塞都市 这也就是说 至少还有六个规模相当的城市存在 仅有两人一狗的小分队 要如何消灭飞速发展的人类 这是个十分头疼的问题 女仆却觉得主人是在下操心 毕竟论文明人类比不过妖精 论力量他们也干不过魔族 男主却让他们赶紧认清现实 现如今已经不是千年前的世界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于是他决定先从分析人类的战斗力入手 接着便给两人下达了命令 女仆和狼王负责调查城市的概况 但有一点必须紧记 那就是现代人类不知道魔法的存在 因此非道万不得已最好不要使用 否则一定会被当成怪物抓去研究 而男主则潜入敌方培养战士的圣剑学院收集情报 女仆本来还想贴身照顾萌哒哒的主人 如此一来她的期待就落空了 于是一人一狗在接受任务后先行告退 男主则进入了安检通道 第一道关卡是消毒 第二道是扫描 然而当她刚进入第三道时测位移突然报表 还发出了红色警报 把男主吓得菊花一紧 幸好她及时屏蔽魔力才解除了危机 顺利通关后机器吐出了一张身份证 可还没等她看清就被身后的丽雅给顺走了 原来入学前必须得确认该学生的圣剑属性 因此她得先拍照发给学院预约审核 丽雅表示这只是简单的走个程序 让男主无需担心 接下来她打算带男主去学院逛逛 一圈下来男主也是搜集到了不少情报 但让她忘乱没想到的是 神圣的学校里居然有着五厅澡堂这些娱乐设施 对此丽雅则表示圣剑室也需要劳逸结合 因为圣剑室由内心孕育出的武器 只有消除了内心的疲惫才能把力量发挥到极致 男主听完终于能理解了 但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疑惑 这里分明是圣剑室的养成所 还没觉醒的丽雅怎么能待在这里 就在这时丽雅突然体力不知差点晕倒 于是两人便打算回宿舍休息一下 不料途中却遇上了一个气焰嚣张的金毛 丽雅果断带男主避开却被金毛出手拦下 接着就开始口吐芬芳 说丽雅给小孩当保姆不如当自己的玩偶 如此一来就不用担心被驱逐出学校了 原来丽雅之所以能入学 是因为她出生就继承了圣剑室的血脉 只是不知为何至今仍未觉醒 因此学校对她的去留也十分矛盾 尽管如此 身为圣剑室的后代 丽雅自然不肯跟猥琐的金毛扯上半毛钱关系 随即拉着男主又要离开 殊不知刚走了两步半就被金毛一把薅住了头发 这下男主忍无可忍大声阻止 牛高马大的金毛显然没把一个小屁孩放在眼里 可他此时有多自信下一秒就有多丢脸 只见男主两眼一瞪金毛立马跪下喊爸爸 接着男主又换上了一副萌哒的嘴脸 嘴里喊着哥哥你没事吧 却暗戳警告金毛以后不准再招惹丽雅 金毛哪受过这种羞辱 下一秒直接召唤出圣剑想要教训男主 就在这时一个学姐喊停了金毛 并提醒他校园内禁止使用圣剑决斗 如果他再继续待在女生宿舍的区域不走 他会立马报告校委会 金毛无奈只好气急败坏离开 接着学姐给男主做了个自我介绍 说他是丽雅小队里的情报分析员 名叫艾尔 可男主此时却没在听 只因他注意力都被艾尔的圣剑所吸引 接着男主又从两人的闲聊中了解到 艾尔从附近的海域探测到不正常的魔力 他怀疑是虚瘦的巢穴 已经派出金瑞分析员前往那里收集数据 正聊到这丽雅再次感到体力不支 于是便跟艾尔告辞 等两人回到宿舍时吉娜已经倒头睡了 男主此时有些惶恐 虽然他是个孩子毕竟也是个男生 担心注入女宿舍会触犯校规 丽雅却说小孩没关系 接着又让他去洗澡 男主也就听话的去了 然而还没等他打完肥皂丽雅就走了进来 说自己是来帮他洗澡的 男主也是无比震惊 他是万万没想到 当今世界的文明居然开放到这种程度 接着丽雅表示由于自己一直没能觉醒 也因此拖了整个小队的后腿 而至于圣剑是在学院里比较稀有 所以他希望男主能优先考虑加入他们 这样一来就能拔高小队的整体实力 更能增加他留在学院的几率 当然他也会尊重男主选择其他小队 男主文言后嘴上没说什么内心却被打动了 既然丽雅能把自己的弱点告诉自己 那他一定是个真诚又公正的女孩 接着男主又趁机问出了他的疑惑 既然丽雅迟迟无法觉醒圣剑 为什么不考虑接受别人的守护呢 不料丽雅听完后竟激动到全身颤抖 握紧拳头表示他一定要投身与虚瘦的战斗 然而话还没说完丽雅就晕了过去 其实男主心里清楚 丽雅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体内的魔力即将枯竭 于是便伸出手激活了他的吸血鬼印记 丽雅的眼睛顷刻间变成了血色 僵尸牙也随之出现 他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 只感觉全身被掏空 事到如今男主只能把真相告诉丽雅 说他之前撒了谎 其实自己并没有掌握治愈圣剑 也无法复活已经失去的生命 因此丽雅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复存在 等丽雅再次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床上 他记得失去意识之前男主好像说了些什么 于是便让男主说出他的真实身份 男主总不能直接说他是魔王吧 那还不得把丽雅给直接吓死啊 于是连忙撒了个谎 说他是复活转生的古代魔法使 而丽雅其实在捡到他的那天已经被叙受杀害 是他用古代魔法把丽雅转生成了自己的眷属 虽然男主当时也没有失足的把握 但情急之下能想到的也只有这个方法 却没想到赌对了 所以丽雅现在转生成了至高无上的吸血鬼女王 但维持她生命的并不是血液而是魔力 她之所以感到不是是因为体内的魔力不足 这正是需要补魔使表现出来的正常反应 听到这里丽雅也接受了自己已死的事实 但她担心变成吸血鬼之后无法使用圣剑 随即丽雅给男主讲述了那段她成为孤儿的经历 在逝去家人后 圣剑学院收留了从避难所幸存下来的丽雅和吉娜 大家都对继承了圣剑是血脉的她抱着期待 因此为了早日觉醒丽雅一直都在努力 哪怕被人嘲讽或欺负她都丝毫没有想过放弃 听说跟虚兽战斗有助于觉醒 她便积极投身于各种危险的任务之中 男主听完后十分心疼 虽不清楚吸血鬼能不能使用圣剑 但身为吸血鬼女王她已经拥有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刚说到这里男主的肚子就不争气地想了起来 幸好学院的餐厅里应有尽有 菜单上全都是她以前没见过的美食 一时之间竟挑花了眼 原来像丽雅这种高阶位的吸血鬼也是可以吃饭的 只是把食物转化成魔力的效率比较低 男主这个古代人却也是个讲究的绅士 掏出一枚金币就要抢着买单 他自信地以为丽雅看到金币会被吓个半死 毕竟这枚金币的价值足以买下这间餐厅 可丽雅却说现如今的人都刷信用卡 所以没人认识金币是个什么东西 男主也是无了个大雨 如此一来他从军费中贪污的2000枚金币不就成了废铁 就在这时一旁的吵闹声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两名壮汉正在对一名打扮奇特的女生动手动脚 可下一秒就被女生的木剑给打跑了 原来女生叫孝爷 也是圣剑学院的学生 昨天为了输押跑到赌场里玩了个通宵 输光后还跟赌场借了桂吏 结果今天保镖就上门催债来了 身无分文的他也只能先把壮汉打发走再说 丽雅为两人做了个简单的介绍 原来孝爷是丽雅小队负责前锋的攻击手 实力之强大可以单挑一只虚兽 接着丽雅又刷了三份食物 这又是美食又是美女的 男主早把复兴魔族的使命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三人开开心心的边吃边聊 孝爷说身上穿的是故乡英兰的传统服装 这是姐姐留给他的遗物 原来孝爷跟丽雅一样 他的家乡在多年前也遭到了虚寿的毁灭 幸存的孝爷为了给家人复仇才来到了这里 显然他并没把心思全放在学习上 此时又有两位同学来找他讨债 午餐后男主去接受入学审查 目的是确认圣剑的属性 这区区小事当然难不倒一个魔王 下一秒男主就凭空召唤出一柄魔杖 可用魔杖算什么类型他也说不好 于是就支支吾吾的献边说是支援型 反正怎么用都好使 闻言后教官就给他归类为万能型 接下来就到了测试能力的环节 过程也很简单 就是男主跟虚寿机器人打一架 通常支援型的圣剑是得配备一个前卫当帮手 然而还没等教官安排好 机器人全都阴声倒下了 要知道他们可是采用全球最硬的钢材制造而成 男主这威力无论怎么看都不可能是支援型 吃瓜群众对此也议论纷纷 为了隐藏实力 男主连忙辩解他只是凑桥打到了最薄弱的地方 可如此一来就尴尬了 学院根本没准备可以替换的机器人 就在这时金毛自告奋勇站了出来 说他愿意给男主当陪练 由于他是一等圣剑士拥有审查菜鸟的资格 因此教官也不好再说什么 然而等男主同意后金毛却开始撒泼 他要玩五打一 因为被他掌控的少女也算是他武器的一部分 看到教官点头赞同丽娅开始为男主担心 立马冲出来表示他是男主的监护人 所以他也要跟男主一起战斗 不得不说这教官也是个挑食精 二话不说又点头答应了 殊不知金毛又趁机提出了一个要求 如果丽娅输了就要无条件成为他的玩偶 丽娅正想发飙男主却一口答应了下来 但公平起见他也有个条件 如果金毛输了从今往后就不准再骚扰丽娅 自信的金毛也爽快地答应了 双方达成一致后教官宣读了决斗规则 先投降或被打晕的一方就是输家 随着一声令下丽娅抢先持剑朝对方扑了过去 连连得手后立马占据了上风 原来丽娅变成吸血鬼后 她的力量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一个回合下来把金毛的眼睛都看直了 他不明白今天的丽娅为何更换了个人似的 于是便命令其他人先去干掉那个小鬼 然而还没来得及动手 四女就被男主召唤出的黑丝捆了个结结实实 你别说还怪好看的 金毛见状瞬间耸啊 此时围观的吃瓜群众开始拱火 说一个大男人居然龟缩在女生身后 金毛还是要点脸的 于是便掏出魔杖给丽娅来了个定身 打掉大宝剑后还开着黄枪毛手毛脚 既然丽娅已经被完全控制 接下来她准备让骄傲的小鬼吃点苦头 然而就在这时丽娅开始变得奇怪 口中一直重复着主人就由我来守护 两秒半之后奇迹发生了 丽娅内心的迫切进化成了一柄发光的丽人 与此同时定身状态也被强制解除 下一秒就将金毛的魔杖砍成了碎片 面对浑身散发着力量的丽娅 金毛唯一能做的就是跪下喊爸爸 而刚刚赶到的吉娅也恰好目睹了一切 她深知丽娅为了这一天付出了多少努力 此时由衷地为丽娅感到开心 原来眷属的使命就是守护主人 因此在男主身处险境时丽娅才会如此急切 为庆祝男主的加入和丽娅的觉醒 吉娅为众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大家都发自内心地替丽娅感到高兴 但又好奇她会为圣剑取个什么名字 丽娅表示这是不着急 等到她运用熟练之后再取也不迟 于是话题又转到了男主的身上 由于宿舍目前已经没有了空的房间 吉娅提议男主跟自己同住 福利是每天都能吃到她亲手做的点心 孝爷却觉得跟她住才是最合适的 因为她经常在赌场通宵耍钱 房间就等同于男主自己的了 然而还没等艾尔表态丽娅就已经绷不住了 急切地表示男主既然是她就回来的 自然也应该由她来亲自照顾 考虑到守住俩人的秘密还是住在一起较为妥的 男主便顺势说她觉得跟丽娅在一起比较放松 不如就听从丽娅的安排 一切听起来都合情合理 于是大家都纷纷表示赞同 丽娅和男主这才松了一口气 晚饭后艾尔让男主先来她的房间 她要帮男主把个人信息收录进学校的档案里 然而男主此时的注意力都在艾尔的天眼宝珠上 只因这种形态的圣剑也太有个性了 艾尔却说她的圣剑以前并不是宝珠的形态 原来艾尔曾是小队负责输出的主攻手 在一次讨伐任务中 两位同伴在她眼前被虚授残忍杀害 打那之后她的圣剑就失去力量变成了宝珠 资料录完后男主又顺便找艾尔借了张地图 从地图上看圣剑学院位于一片荒原之中 而这里恰恰就是魔王军大战贤者的古战场 她直觉虚授跟此事必然存在着某种关联 于是趁着丽娅洗澡男主叫出了狼王 让她汇报一下最近调查到的情报 狼王说她留意到一个奇怪的事 就是有人在这座岛的地下水域安放了魔力炉 魔力之强大远超千年前放置在鬼王城里的 并且这个魔力炉还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回路 其作用就是把魔力输送到整个城市 男主闻言后笑了 他决心要将这个牛逼的武器占为己有 狼王离开后男主等着女仆报告 然而对方却认真地掏出了一个甜甜圈 男主也认真地品尝了一口 不过这还没完 接着女仆又从纸袋里掏出了冰激凌泡芙和辣条 如果不是男主及时喊停 估计他还能掏出一头烤全羊来 当然除了美食之外的情报他也打听到了一些 比如这里竟无人知晓千年前的那场旷世决战 因此也没人知道魔王的存在 但此时他最关心的还是丽亚是否已经成为了主人的眷属 如果是的话他觉得主人的脑子一定是袖斗了 却不料男主听到这番酸言酸语立马炸锅 提醒女仆不要对第一高阶的吸血鬼女王妄加揣测 人家以后可是要成为自己心腹的人 文言后女仆更酸了 就在这时丽亚洗完澡走出了浴室 女仆只好自动消失 而另一边 负责调查地下水域的小队正在扩大搜索范围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然而还没等他们看清那是什么 一只巨大的虚兽已经来到了眼前 在深海小队失去联系11小时后 司令部也无奈接受了他们已经阵亡的事实 然而此时程序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他从信号中断前的数据中找到了虚兽的行踪 但反常的是他们仅存在了3秒就消失了 以至于副司令怀疑感知系统出了问题 可程序员却说 既然两个系统都同时监测到同样的信号 那就说明系统并没有发生任何故障 随即程序员又调出了当时的监控画面 虽说像素并不算高清 却也能看出这是个形丝树根的东西 但数据库中却没有找到与之相符的植物 金毛将军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树根很可能是虚兽变异强化后的新形态 顾问文言后陷入了深深的担忧 毕竟6年前正是因为变异虚兽入侵 第三都市才在一夜之间惨遭毁灭 然而代理司令却觉得今世不同往日 现如今的第七都市不仅拥有全球最严密的防御 还培养出了大量优秀的圣剑士 同时民间组织表示他们也做好了战备演练 一旦有事发生 他们将会有序地指挥居民撤退到避难所 却不料顾问文言后更激动了 只因他十分清楚 亚人特区的反帝国分子根本不可能乖乖听话 只要消息泄露他们必定会引发恐慌和骚乱 既然如此不如立马着手安排居民撤退 否则一旦变异虚兽开始集结 第三都市的悲剧必将会再次重演 就在这时正在出差的司令打来了电话 在详细了解情况后表示 既然目前已经监测不到虚兽的信号 与其浪费时间讨论战术或撤退 不如边观望边尽快着手再次调查 文言后副司令表示这次他会派出火力侦查部队 无论如何都要守住人类的最后一道防线 为了减少伤亡 金毛将军提议现由擅长探索的圣剑士分析情报 然而丽娅此时却还在睡懒觉 直到男主用心灵感应把他唤醒 丽娅这才通过男主了解到 原来主人跟眷属之间拥有配套的文艺 难怪男主可以随时支配自己 可转念一想丽娅又慌了 万一他让自己做瑟瑟的事该怎么办 男主却说他是个正经魔王 反倒是希望丽娅也能当个正经淑女 不要趁他睡着的时候半夜跑来戏魔 就在丽娅羞愧男当时艾尔打来了电话 说他接到了总部的紧急任务 可数据库目前还没更新 因此他也不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直觉跟地下水域的调查有关 丽娅决定边训练边等艾尔的消息 这是丽娅觉醒后的第一次练习 结果仅用了两个回合就直接把机器人干到报表 剑术之精湛连男主都叹为官职 他好奇丽娅是不是请了私教 原来丽娅打小就跟父母学习剑术 进入学院后也一直都在坚持练习 也算是笔上不足笔下有余吧 男主建议他不如从现在开始学习魔法 只因剑术一旦得到吸血鬼魔力的加持 丽娅必定会获得毁天灭地的力量 男主说完便拿出魔杖召唤出了一个结界 随即又召唤出了最低阶的一群骷髅小兵 他打算先让丽娅练练手 既然如此丽娅也不客气了 结果仅仅只用了两秒半 骷髅小兵就被丽娅直接灭团 而他的魔力却没怎么被消耗 这也说明他已经学会了如何运用这副身体 为了感谢男主 丽娅邀请他去校外餐厅享受二人世界 而另一边 校爷刚从赌场通宵回来 刚走到宿舍就看到门口坐着的狼王 他还以为是谁家走失的二哈 可走近一看狗子却没带项圈 这么说他应该是只可怜的流浪狗 爱心泛滥的校爷决定给小狗取个名字 下一秒就给狼王赠名铁蛋毛毛丸 把狼王气得连连呲哑 可校爷却单方面认为这是狗狗喜欢的表现 于是又用迎来的钱给狼王买了一些狗粮 至少这只可怜的狗今晚不会被饿死 回到宿舍后 校爷立马跟艾尔炫耀了他跟毛毛丸的友谊 说了半天即那算是听懂啊 不就是给一只路过的野狗取了名字吗 艾尔又连忙交代他不要乱喂狗狗吃东西 接着又开始忙着分析情报 与此同时 新的侦察小队已经到达指定水域展开搜查 为了避免造成恐慌 总部此时仍未公开虚受袭击的消息 因此整个城市还是一片祥和的气氛 所有店铺都在照常营业 然而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他们去买点心的店里竟有个他认识的人 原来女仆居然跑到这里来打工 为了赚钱给主人买甜甜圈 还耍了个小机灵片老板说他是个属手 于是老板便安排他切薯条 女仆的刀工确实不错 但他连碗都给人家切碎了 结果上班第一天就差点被老板炒了鱿鱼 于是他打算歇口气再接着帮到忙 不料刚开门就看到了帅气的男主 可还没来得及打招呼丽娅就走了过来 两人恩爱的画面又让女仆吃了颗柠檬 随即丽娅带男主来到了那个有名的餐厅 两人刚下车就被一群小孩给围住了 原来这间餐厅收留了一些战争孤儿 其中有几个跟男主年龄相仿 丽娅以前也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 于是闲暇时便会跑过来帮忙 看到他们男主想起了从前的自己 那时的他孤苦伶仃实不果腹 相比之下这些孩子实在是太幸福了 丽娅这次不仅给孩子们买了甜甜圈 还带来了亲手中的蔬菜 店长只好满怀谢意地收下了 随即丽娅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男主 听说男主小小年纪就成为了圣剑士 孩子们请客间都成了他的谜底 于是为了给男主解围 丽娅便笑眯眯地喊大家来吃甜甜圈 但这欢乐的气氛却让男主陷入了悲伤 丽娅守护的地方竟如此美好 而他想要守护的魔王城却早已不复存在 男主曾经也是个想尽全力守护一切的勇者 可即便他拯救过世界 最终却还是死在了人类的陷阱之中 是人类的嫉妒和贪婪让他彻底绝望 因此男主才自愿成为了叛逆女神的眷属 以魔王的身份与人类为敌 这就是他终极一生的使命